美国财政部1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 这一惊人的数字标志着 美债迎来又一个危险的里程碑 事实上美债规模近年来正加速攀升 2022年2月美债总额突破30万亿美元 2023年6月美债突破32万亿美元 达到这一数字的时间 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2023年9月美债又达到33万亿美元的大关 Capital Group表示 美国的债务几乎日均增加200亿美元 美媒称 如果将现在这些巨额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 相当于美人负债超过10万美元 美国两党政策中心表示 如果债务继续上升 美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例如利率上升 经济衰退或通胀加剧 专家认为 若美国国债继续增长并造成违约 甚至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破坏 密苏里州州长麦克帕森 1月2日颁布行政令 禁止中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和其他在被联邦政府列为海外对手名单中的国家的公民和公司购买该州军事基地10英里以内的农场或其他土地 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 外国实体与个人控制美国土地不到2% 中国公司控制的土地不到其中的1% 加拿大投资人拥有最大比例的外国拥有土地 密苏里州农业部说 中国实体在2021年拥有密苏里州172平方公里的农业土地 占所有外国实体所拥有的404平方公里土地的不到一半 帕森表示 此刻虽然还没有议题 但想积极防止任何潜在的威胁 日本航空客机1月2日在羽田机场跑道与海上保安厅巡逻机相撞 造成巡逻机上5人死亡 机长重伤 日航班机上379人全员安全转移 堪称奇迹 NHK报道称 从飞机着陆到全员完成避难一共花了18分钟 日本航空的前机长小林洪之指出 日航的机组人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训练 在灾害发生时 需要在90秒以内让所有乘客从其中一侧机体逃出 日航1月3日发布声明 详细说明了着陆之前与其间的状况 称驾驶舱内的三名机组员已经获得塔台颁发着陆许可 日航表示飞机的广播系统在疏散期间故障 因此机舱组员用扩音器跟自己的声音进行指示 同时日航也开始向乘客支付补偿金 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了事故发生前 机场空管部门与日航客机及海上保安厅飞机的通话记录 记录显示空管部门当时已向日航客机发出了降落许可 在2日17时45分空管部门对海上保安厅飞机称 请在地面上滑行至跑道等待位置 尚未允许海上保安厅飞机进入跑道 1月3日抖音直播新版健康分处罚正式生效 处罚生效首日近5000名主播被减少直播推荐 限制功能甚至永久回收直播权限 同时也有27500名主播通过专业或优质申请 健康分制度于2023年9月开始是运行 平台根据主播日常直播行为增减账号健康分 并依据分值对账号分级定档 对应不同的长效管理措施 抖音直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礼物 生效首日有303名主播被关闭礼物功能 健康分实施之前 直播间管理以单次处罚为主 根据违规内容进行一次性的警告 中断暂时回收直播权限等 这也造成了个别主播履禁不止 被中断或者暂停几日直播后 仍靠违规内容吸引眼球 现在考察的是主播长期表现 如果累计违规次数过多 将失去直播收入 据悉在这一制度约束下 总分低于70分的主播 会被减少推荐且限制单日PK次数 低于40分则禁止使用PK功能 如果低于20分 在此基础上还将失去礼物收入功能 0分主播则将被永久回收直播权限 2分讨厌 赚 AR 2018-3160encing 0分讨厌 A2.59段